水破梁山有三个好汉起初拒绝投降宋江 然后他们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些人都是谁呢 宋江为了达到目的究竟有多心狠手辣 今天沐鱼军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像关圣和忽炎卓这样的大将 当初很快便投降了宋江 被俘虏后也没有丝毫的硬气 因此他们没有被宋江针对 也没有付出什么代价 有识趣的人 但也有硬气的人 梁山这三位好汉曾因拒绝归顺宋江 下场很是凄惨 因为有了前车之剑 后面加入梁山的好汉也都学乖了 首先我们来看看 不愿归顺宋江的玉其林卢俊逸 他差点被弄得家破人亡 宋江为了壮大梁山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只因听大明府方和尚说 京城里面有个卢俊逸是河北三角 宋江知道卢俊逸是个厉害人物后 便让无用设计将其骗上梁山 无用之后就扮成阴阳先生 去到大明府卢俊逸家中 然后对卢俊逸一番胡言乱语 说他今年犯了太岁 如果不找到解决之法 百日之内就会引来血光之灾 到时候家产保不住 人还会死在刀剑下 卢俊逸听了便询问解决之法 无用趁机便说需要他去东南方一千里之外避难 见卢俊逸深信不疑 无用便离开了 在临走之前他还写了一首藏头诗给卢俊逸 让他裱起来挂在自家墙上 卢俊逸虽然实力很强 但防人之心却不多 卢俊逸呢信了无用的话 后来他真的去了东南方的千里之外 这里就是梁山所在地 宋江和无用随时观察着卢俊逸的一举一动 在卢俊逸到达梁山地界之前 就布置好了陷阱 等着升勤卢俊逸 卢俊逸掉入梁山布置的陷阱后 却死命挣扎 不愿归顺宋江 为了让卢俊逸心甘情愿地归顺梁山 宋江又让无用出动 无用让梁山上的好汉 每日轮流着请卢俊逸喝酒 另一方面呢 无用命人放走卢俊逸的管家李姑 让他回大明府报信 说卢俊逸反了 无用怕卢俊逸家人不信 这不他从卢家离开时 留下的那首藏头诗 便派上了用场 无用对卢俊逸管家李姑说 到时候回去 就让卢俊逸的家人 看墙上挂的那首藏头诗 李姑回到卢家后查看 发现他竟是一首藏头反诗 藏着卢俊逸反几个字 然后管家李姑 按照无用安排的 带着卢俊逸的娘子去报官 管家李姑造谣卢俊逸谋反 这种会害死丈夫的事 卢俊逸的娘子又怎会答应 和他一起去报官呢 因为管家李姑 早就和卢俊逸的娘子悠然 他早就受购卢俊逸了 趁此机会正好摆脱卢家 所以宋江陷害卢俊逸一事 才会如此顺利 等管家李姑这边办妥后 宋江放了始终不愿归顺的 卢俊逸回家 卢俊逸再度回到家中 却发现变了天 他被官府以谋反罪通缉 卢俊逸不解 然后被抓进了大狱 更让卢俊逸心酸的是 他娘子的家私都归了管家李姑 根本没人管他的死活 因为犯的是谋反大罪 卢俊逸要被诛杀九卒 因为卢俊逸不愿归顺宋江和梁山 就被宋江和吴勇等人 一步步设计掉入梁山的圈套 差点走上了死路 卢俊逸不想死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上梁山 这个朝廷不敢动的反贼聚集地 宋江也是够狠的 将人逼上绝路 以此来达到目的 除了御其林卢俊逸 美然公诸童也是受害者之一 他也是第一位拒绝归顺梁山的 诸童还曾有恩于宋江 就因他不愿归顺于梁山 就被宋江无情算计了 诸童和宋江呢 是老乡 因为家中富有 在县里得了个马兵都头的职务 诸童为人仗义 武功也不错 在县里边有些声望 朝盖等人截取生辰纲 朱童出手帮过忙 宋江失手杀了小姐颜婆夕 朱童照样出手帮了 甚至是后来 雷恨为了替母亲报仇 杀掉了白秀英 朱童为其担下罪责 还悄悄地放走了雷恨 因为帮雷恨逃走 朱童下了狱 脸上还被刺了字 并流放到了苍州 到苍州后 朱童因为外在形象不错 得到了苍州知府的任用 知府年幼的儿子 也很喜欢朱童 还喜欢黏着朱童 为了让小牙内高兴呢 朱童便经常抱着他 有一次 朱童带着小牙内去看灯 在半路上正好碰到 吴用和雷恨 他们来苍州啊 是为了劝朱童 上梁山落草的 因为吴用和雷恨身份特殊 朱童将小牙内放在一边 简单的几句话 拒绝了吴用和雷恨的邀请 正当朱童回去找小牙内时 却发现孩子不见了 朱童四处寻找 最后在一处偏僻的林子中 找到了小牙内 却是小牙内冰冷的尸体 孩子已经被李逵 披成了两半 扔在一棵树旁 简直是太残忍了 李逵杀了朱童照看的小牙内 朱童找到孩子的尸体后 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他想找李逵报仇 可是李逵却当着朱童的面 说出了杀孩子的真相 李逵说啊 是朝盖和宋江两个哥哥下的令 不干他的事 朱童照看的小牙内是李逵杀的 但他只是别人的刀 虽然李逵搬出了朝盖和宋江 但我们知道 肯定是宋江让他干的 李逵是宋江的心腹 朝盖怎么指使得动他呢 宋江才是杀害小牙内的真凶 朱童照看小牙内但孩子死了 不管是谁杀的 他都洗不清了 朱童本就是戴罪之身 如今更是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他只能上梁山 朱童还曾有恩于宋江 可当朱童拒绝归顺梁山时 宋江竟对有恩于他的人算计的这么狠 简直是丧心病狂啊 还有一个好汉 曾因不愿归顺宋江和梁山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人就是霹雳火秦明 比起卢俊义和朱童 秦明就更惨了 他本来有不错的前途 到头来却被算计的一场空 秦明是军官出身 性格很是火爆 但在战场上却是一大优点 有万夫不挡之勇 当初宋江和花蓉在清风山落草为寇 后来秦明奉命剿灭清风山的贼寇 宋江见秦明是个武功高强的 就打算设计让鸡加入自己 秦明带人攻来清风山 宋江等人不直接与其对战 而是利用迂回战术 让秦明的人马累得困乏 等对方没了气焰 宋江放箭对付 秦明的人马迅速被困 最后还让宋江升秦了 秦明被秦后 被剥掉衣服盔甲 但是宋江在升秦秦明之后 并没有用墙让其归顺自己 而是设宴邀请秦明喝酒 酒过三巡之后 宋江让燕顺等人 又秦明上山 可是秦明很是抗拒 就是不答应他们 见秦明如此不识趣 宋江也不装了 他对秦明说 不落草也无妨 等今天休息好了 明天一早送他回去 秦明呢 还真就信了宋江的话 没想到 这是宋江设计他的开始 等到秦明熟睡后 宋江命人连夜 穿戴好秦明的衣架 骑上秦明的座机 往青州城的方向去 到了青州城外的十里路头 假装成秦明的人 就开始一路烧杀抢掠 试完后第二天 秦明被宋江放了 秦明返回青州城 却发现十里路头的各家各户 死的死伤的伤 被杀的人是不计其数 青州城的知府看到秦明后 就命人抓捕 因为昨天晚上假装 秦明的人被知府亲眼看见 他以为呢 就是秦明带人杀了十里路头的百姓 所以青州知府连夜杀了秦明一家老小 还让人砍下秦明妻子的头颅 挂在青州的城头 秦明怎么解释都没用 为了不被抓 无奈的他只能逃走 但在回马逃跑途中 秦明又撞见了宋江一行人 他一个人打不过一群人 最后只能选择归顺宋江 秦明也是够惨的 只因拒绝归顺宋江 被误了名声不说 一家老小孩被杀了 只能说谁沾上宋江 都不会有好下场 宋江打着替天行道的口号 却没做人事 难怪他被毒杀后 梁山无一人为他报仇 都是他自作自受 对于梁山上那些 被宋江害惨的好汉 你们还知道哪些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